大家好我是老薛 老薛吃过这个牛肉面羊肉面拉面 这个咸的辣的酸的都吃过 就是没有吃过甜的 今天呢老薛在成都找寻一家 平价非常高的甜水面的小吃 给我的镜头咱去看一下吃一下 走 到这个张老五凉粉店 走进去尝一下 中华老四号 看看 炫子凉粉 甜水面 讲叫做甜水面 这里面 这里面 酱都是什么酱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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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ng drip students Ü 嗯 老薛要了一碗这个 甜水面 还有一份这个炫的凉粉 咱们尝尝这个甜水面 咸到辣的这面都吃过 就是这个甜的吃过 像筷子头腰出 非常的劲动 这是一碗具有男子汉气概的面 用阳钢之气 据说是小火像明月的 现阴晴的一盘面 不错啊 微微的甜 里边有少许的这个 辣油 这一根面子要像筷子头这么粗 比这筷子头还粗啊 看我手指 超级劲道 说这个甜水面和面的时候是放着盐 因为它这个比较粗 它放盐揉开之后 你吃起来它那个味道比较均匀一些 别看这么小小的一碗 其实挺加饿的 吃到这里的比较Q弹 有甜味有辣味 而且还有这个麻麻的这个感觉 嗯 好菜这个酱料真好吃 这个蜜汁这个酱料叫什么 什么酱油旺盛 红酱油 叫红酱油 对 红酱油 对 有酱油 红糖 白糖 香料 熬制的是吧 对 哦 这个真好吃 对 它就不是干酱的一个酱油的味道 它有香的味道 但是我吃完之后 我吃完之后才发现那么辣 吃的时候没感觉到 对 它越吃越辣 越吃越辣 越吃越辣 我说 刚才吃的时候有点甜 对 你后面吃的时候就慢慢慢慢 它就辣又出来了 辣又出来了 又有这个感觉 对 我说呢 我说我吃完了这么辣 对 哈哈哈 可以搭配一碗这个面汤 喝一口 太辣了 不光是在山东 在很多地方都说这个 原汤化原石吧 毕竟它这个甜水面比较硬 喝口汤还是比较好 这个甜水面我们就吃完了 啊 现在来尝一下它的 这个玄子凉水 也是有点这个味味甜的 嗯 酸酸的比较爽滑 哇 哇 刚刚吃的比较辣 然后这个也是比较辣 但是它 它是冰凉的那种 这样的话就能遮盖 这个辣的味道 哇 吃了脆里面比较脆 我们这里的开头店呢就是本地的回头客 老顾客 都是咱们到这里来吃的 到这里来吃的 对呀 好吃的 好吃好吃就是那个甜水面是越吃越辣呀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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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